各位观众朋友,您好,今天在节目当中,给您介绍一个叶字,笑叶的叶。 叶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,叶四声叶,一叶叶四声叶。 叶就是脸颊上的小酒窝,酒窝的窝字呢,也可以写成水部的窝,因为人笑的时候,酒窝就出来了,所以又称作笑叶。 叶,也叫作叶妇。 如淮南子修物片中,有叶妇瑶的描写,他的解释是,叶妇夹边闻,妇人知媚也,正是指女人脸上的酒窝而言。 又淮南子说林篇也说,叶妇在夹则好,可见得,叶在脸颊上是比较适宜的。 叶垫或叶饰,是指古代妇女,因为脸部有缺陷,就用贴花或涂萃等方法来加以掩饰。 据说,唐朝伟固之期,在年轻时,曾经被盗匪伤到脸部,后来她就用翠花贴在伤痕上,因而流行一时。 于是女人的脸部化妆又增添了夜市这一项,可见得人的爱美是不分古今的。 夜夜,则是天快亮的时候,星光忽隐忽现的样子。 如温亭云小仙诗中有,银河欲转,星夜夜。 范城大华容看月诗中也有,晶晶浪街舞,夜夜星玉碧。 与叶字字形相似,也容易念错的,是右边这个掩字。 掩字的国语诸音是,一安掩,三生掩。 掩就是做噩梦。 人在梦中受到惊扰而乱说乱动的样子,一般就称为梦掩。 如寒玉游湘西四诗当中有, 犹疑在波涛,触替梦成眼。 这是说,我至今还怀疑身在大海之中, 恐慌得连做梦时也在乱说乱动了。 此外还有一个燕字,国语诸音是,一安燕,四生燕。 燕这个字是吃饱或满足的意思。 如孟子梁慧王篇有, 苟为先立而后裔,不夺不厌。 幽楼篇记载,良人出,则必厌久时而后反。 最后要注意的是, 燕、燕以及燕这三个字, 除了下面的燕字之外, 其他的两个字都不要有边独边的念成了上篇旁燕字的音。 如孝叶,不要念成了孝燕。 而孟眼,也不要念成了孟燕。 又叶字的下篇旁是一个面字, 它的写法是, 中间是两直两横而不从口, 所以我们在念或者是写的时候, 要把它分清楚。 今天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, 谢谢您的收看, 明天再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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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